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在江苏江音举行的 2012年黄土葡萄杯第18届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团体决赛 是由中国队对韩国队 我们看到中国队第一盘出场的小将是朱宇玲 他是国家一队的选手 那么韩国队的选手呢是李大新 这次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呢 也是中国首次承办该项赛事 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190多名运动员参赛 这次中国队东道主呢是派出了24名选手参赛 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有青年组和少年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决赛的第一盘 那么今天为您转播的是青年组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 中国的小将朱宇玲来自四川 现在朱宇玲啊也是国家女一队重点培养的青少年选手 这个选手呢应变能力非常快 那么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呢 已经举办了18届了 第一届呢是1983年 这项赛事呢主要是亚洲各国家和地区青少年选手后背力量的一个大比拼 每年一届 那么在半决赛当中呢 中国队是战胜了朝鲜队 比分是3比0 日本队呢是韩国队是战胜了日本队 晋级到决赛 朱宇玲这个运动员呢 他的站位非常近 球速比较快 应该说他的技术打法很先进 现在开局是4平 今天这场青少年的亚洲锦标赛的团体决赛出场阵容是朱玉玲 李大新 第二盘的担打呢是由中国的94年出生的小将来自山东的陈梦对郑尤美 第三盘是由中国的山东鲁能来自原来来自山东鲁能的小将胡若晨对制私采 应该说参赛的选手啊都是亚洲各国拼弹的后起之秀 未来之星 我们中国拼弹的像郭月马龙 包括很多世界冠军都在这项赛事当中脱颖而出 我们看到朱玉玲上手积极主动 他第一盘出场打一个这样的重大比赛的决赛并没有确场 很镇定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韩国的小将李大新啊 也是一个打法很凶狠 也很灵气的选手 现在第一局两个小将的比分是打成8比6 这是一个机会球 通常这个青少年年轻选手啊 就是容易打出一些好球 但是有一些机会球啊反而会打丢 就是不稳定 朱玉玲的侧身 揭发球抢拉出界 我们看到朱玉玲啊 他动作不大 或者合作者 那么也会不会感uced 那么也会想到那些事情 那么也会想到飞机 那么也会说 我可以语心 有点 我以画 门 这个球朱宇玲的逆向旋转发球弧线太高 对方挑了一个斜线得分 这样11比8小将朱宇玲先胜了第一局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发球的是韩国的青少年小将李大新 第一局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就是我们的朱宇玲 包括韩国的李大新 这两个选手在场上都没有特别的紧张 这是和他的年龄应该说好球 好的 漂亮 也就是说这两位选手从目前看 他的心理素质都是不错的 朱宇玲刚才退到中台 自己发力加手腕加旋转 这个落点也很好 我们看到朱宇玲发球之后 第一板用反手 这个带点弧圈滚动 滚了一板 弧线很低 给到中间 给到中间位 磋长 1 3 好球 对了 非常漂亮 从这个球我们能够看出 这个小将朱宇玲啊 是一个技术打法相当全面的选手 无论是反手的相持 借力 发力 防守 到正手的连续性 都是 表现得很全面 正手防御一板斜线 反应很快 因为这一板 朱宇玲的反手 搓球的控制 是对方 李大新 韩国的小将 没能够拉出高质量 所以这一板就属于主动防御 其实赢是赢在 他的搓球控制上 从第二局开始 朱宇玲的反手和第一局 有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他 更娴熟 他的反手啊 可以随时发力 那么从技术风格打法上来看呢 这个韩国的李大新 可能呢 更偏重于正手 也就是说 他正手使用的比较多 但是整个动作的速度 没有朱宇玲这么快 大家看到这是国家 女二队的主教练韩华指导 做场外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小将朱宇玲啊 在场上的表现 一个是他的这种大气 他的这种心理素质 在场上没有任何的胆怯 第二个就是他的整个发挥啊 特别娴熟 因为前段时间呢 我也到了女队 就是成都的封闭训练基地 曾经和这个朱宇玲也交过手 感觉这个运动员就是 确实对乒乓球的这种理解能力 已经远远超出他的年龄 在加班补课的时候 我记得他在接发练接发球啊 包括我看他的每一项技术 确实是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冲击力的运动员 这样中国的小将朱宇玲 又赢下了第二局2比0领先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在江苏江一举行的黄土葡萄杯 第18届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女子团体青年组的决赛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亚洲青少年锦标赛 已经有18年的历史了 那么也是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年轻选手的大比拼 也是展现后背力量 好的 我们看到这个朱宇玲这个反手啊 有稳有胸有加力 我们看到刚才是有旋转 然后挡了一下 然后突然对方青的时候 他突然反手甩手发力 这就是看到这个朱宇玲啊 这个运动员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技术水准 只是年龄还小 很多他的力量上啊 他的综合能力 包括他的经验上 肯定和最顶级的选手还有差距 那么一本 张声 我们看到这个朱雨玲呢 他的发球啊 是以逆向旋转为主 这个逆向旋转呢 首先发球啊 要发的弧线低 然后呢 发在对方呢 感觉到像追身的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就是中间 反手拉起来 朱雨玲的反手弧线很低 也很转 你看他的每一项技术确实现在 我们看到 的确已经具备了将来去 盖一个高楼 或者冲击最高水平的 一些基本的条件和元素 从第一盘的比赛 朱雨玲和韩国的李大新这场球 从目前的比赛情况 朱雨玲还是 在技术上 在综合能力上 要高于李大新 好 来 这一回 дв 9-3 10-3 10-3 好的 朱玉玲反手轻轻拉了起来 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朱玉玲三比零胜了韩国的小将李大新 那么第二盘的单打是中国的陈梦 对郑友美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在江苏江音举行的第18届 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青年组女子团体的冠军决赛 那么亚洲青少年锦标赛呢 一共有两个组别 一个组别就是青年组 94年以后出生的选手参赛 还有一个组别呢 是97年以后出生的选手参赛 我们看到第二盘的单打是中国的陈梦 陈梦来自山东队 对郑友美 对郑友美 一共有三个组别的 好 一共有三个组别的 二共有三个组别的 一共有三个组别的 1,2 1,2 1,2 那么江音这个地方呢 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 江音也多次承办大型的体育赛事 3,2 陈梦呢也是来自国家一队的选手 他的教练呢是陈斌指导 好球 决赛当中啊 像青年青少年的选手 他们上来呢 应该说 首先想牢牢的把握住自己的一些特点 然后有一种朝气 畜生牛都不怕虎的这样一种状态 还不知道什么叫畏惧 没有任何的紧张感 所以他们的球呢很有锋芒 我们看到无论是朱梦 朱玉玲和陈梦 他们的球风啊 都是 很流畅的 朱玉玲和陈梦 sake almond 麻痺 盾 棘 棘 现在第一局打成8比5 陈梦领先3分 我们看到韩国队 像郑优美也好 李大新也好 他们的球路和中国队 还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队现在 主要还是女子 以这种速度 快速衔接 反手实力超强 技术全面 韩国队像郑优美 李大新 他们比较习惯于 就是说正手能够更突出 但在女子的乒乓球比赛发展当中 反手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这是一个机会球 陈梦在反手甩手发力的时候 这个发力啊 比较忌讳就是 不集中松散 所以这个球陈梦到发力的时候 人提前松了一下 包括他的手控制的都不太好 所以球出界 那么这个球啊 现在看来就是 陈梦是上风球 可是呢 在手上的一些机会球呢 还不能忽视 还要注意连续性 如果总是自己抓不住机会 连续机会球拉丢的话 对方呢 他的气势也会上了 10比9 拖长 防住 对方发力 活杀成功了 安工的小剑正优美 我们看到这分球啊 打得是相当的坚决果断 因为他是落后 所以有些球呢 可打可不打的 他坚决是采取 进攻的方式 你像这种球 就是陈梦在抓机会的时候 其实他球很上风 也有优势 但是 该你发力的时候 你要抓住机会 有一些球不能乱丢的 11比10 这时候抢拉 好的 这样陈梦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12比10 先胜了 李郑优美 2比10 所以他在冰局 中华的冰局比赛当中 中华的冰局比赛当中 是三点 然后 这么快的市场 很长 这就是刚刚我们的 厂线 当天 观众们在走过 加油 十一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带来 在江苏江音举行的 2012年亚洲青少年 平方球锦标赛 女团的决赛 我们看到第一局啊 虽然陈梦打得也不错 但是很危险 为什么说很危险呢 就是在大赛当中 看似很上风的球 特别是在一些 青少年选手当中容易发生 就是很上风的球 但抓不住 拿不下来 最后被对方反败为胜 被对方扭转 逆转 那么关键的问题 在于自己 就是球要打得紧 要打得精细 不能太粗 这是一个意外球 他往陈梦救起来 2'0'3'0'4'7'0'5'6'5'6'6'5'6'6'6'7'7.' State VM VAM 好球 我们看到第二局比赛通过这一分看到陈梦他的进攻比第一局要抠得更细抓得更紧就是一板和一板的跟进 那么江苏江音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多元化的发展 特别提倡的是体教结合 那么江音呢也上也向江苏省南京体育学院输送了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你向这个后备人才目前是19人向无锡市输送129人 其实我们很多优秀的选手包括现在已经打到世界最顶级的选手 包括现在的像朱宇玲啊陈梦啊这样的年轻优秀选手 他们在这个像基层像江音是成体校是是体校 业于体校的这个环节当中啊特别重要 其实说的最直接的话 也可以说能不能今后打到世界很高的水平 在实体校在基层的这个训练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因为在这个实体校这环节上运动员应该说经历的年限不短 应该有个五六年的时间 那么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你的一些技术风格 包括你的基础动作你的结构 包括你的一些思路已经形成了 这样陈梦拿下第二局2比0领先 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亚洲青少年乒乓球几秒赛 女子团体青年组的决赛中国队对韩国队 第二盘的单打陈梦对郑优美 好的 非常漂亮 陈梦的动作呢 他很舒展 但是陈梦一定要注意一个 就是说他在发力的时候避免一个松散 人显得这个不紧凑 这就很紧 好的 关键就是在最后那一刹那 你在接触球的时候 人一定要绷住 一松 整个就像一个气球一样 一松气 就全部都功亏一篑了 雾翃 雾翁 雾翁 事件 现在在这个环节当中啊 就是陈梦已经2比0领先了 那么在第三局 我想陈梦呢 应该加强一些正手的运用 把这个球啊 打得更活一些 不能老是依靠前面的一些资本 你看对方现在肯定会 相对打得凶一些 这个搏杀更多 比较凶狠 也更容易发挥 那么陈梦最好的办法 抑制他最好的办法 就是自己加强进攻 如果老靠反手的话 对方也适应了现在 那么亚洲青少年平凡球锦标赛呢 中国是第一次成办 好的 这次青少年亚洲平凡球锦标赛呢 一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 190多名选手参赛 那么东道主中国队是派出了24名选手 比赛是为期六天 共设有男子女子的青年团体赛和 男子女子的青年单打比赛 青年组呢 还有男女的双打 那么少年组的比赛呢 就没有双打比赛 只有男女团和男女单 运动员参赛的年龄呢 是两个组别 一个是94年1月1号出生的 1月1号以后出生的选手 和9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选手 有资格参加比赛 一号 十号 十号 我们看到韩国的小将郑尤美 她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她的风格和成本不太一样 她正手使用的比较多 那么这局第三局 郑尤美打的要比前两局更好 所以这样的话 对陈梦的要求也就更高 也就是说陈梦现在必须自己 有一些主动发动的一些技术 像用正手的抢拉抢冲 同时还要控制调动对方 好的 你看这就是一个变化 陈梦呢是站在中间发了一个小测弦 然后反手呢 他没向前面总是斜线斜线 刚才这板球 他的反手呢是拉了对方的正手 直线球 好球 这个球是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处理 他摆短 我看到摆的这个位置是在正手小三角 并且不出台 拉起来 拉起来 对方发的有点转 陈梦呢是估计不足 球下网了 现在九平我们看陈梦的这两个发球拳 站在中间发 转不转 反手拉起来 这个球呢应该说在关键的比分 就是韩国的郑优美小将 他应该首先是要控制对手 一旦让陈梦上手 肯定会比较被动的去防御 这样陈梦11比9 3比0 战胜了韩国的郑优美 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这样中国队和韩国队这场决赛啊 现在打成了2比0 应该说中国队呢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当然我们看到啊像今天的韩国队 他们出场的前两名选手也是相当不错的 都有自己的风格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江苏江音举行的黄土葡萄杯第18届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青年组女子团体决赛 中国队对韩国队的第三盘 由顾若晨对制私采 顾若晨呢是国家女二队的选手 他来自山东鲁能 韩国队的制私采呢 他是左手横卧球板 快攻击和弧圈 那么韩国队啊包括像朝鲜队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他们的步伐比较好 首先腿跑得非常快 再一个呢他们的正手啊全台的进攻能力 中远台的对拉能力都很强 但是反过来说特长突出 但是他们的特短也比较明显 像反手的实力相吃球 我们看到韩国的小将 制私采呢 他的相吃能力虽然他的球啊质量不太高 就主动发力的球不太多 但是他的招架能力还可以 球比较粘 球比较稳 像对待这样的选手 我想从顾若晨的角度就是 如何发挥他的旋转 那么相对水平不是太高的 就是中等水平的这个青少年选手啊 他通常对于旋转的理解呢 相对差一点 这个旋转力比如说他的揭发球 对于旋转的判断 如果判断不好就是完全的这个盲揭 对旋转理解不透 相吃球当中可能他也是出一个 就是对旋转的理解 对旋转的判断控制处理能力 都不如这个像成年的这种高水平的选手 对旋转的判断 对旋转的判断 我们看到这个韩国选手智思采啊 他前面进攻的并不多 他主要是以稳为主 但是刚才突然拉了一个 顾尔晨呢就是准备不足 好的 你看啊这个球非常明显 就是顾尔晨呢 他是在相吃当中啊 他有变化 就是他有旋转 他可以加一点弧圈 但是智思采呢 他的球比较单一 相吃当中他就是以 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那么他没旋转 主要是主要是以就是 稳相吃 不出质量 反手是弹击 正手会拉一下 但是这个反手的弹击啊 现在在这个乒乓球的 发展的大趋下面 就是说他的 仅仅是一个弹击球 反手已经显得比较苍白无力了 因为现在是一个速度旋转 这个旋转应该说是 摆在第一位现在 那么像智思采 他的刚才的球啊 正手还能拉一下 但是反手基本上是以 以撞击球 撞击球这个威胁就很小 这样顾尔晨11比6 先胜第一局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接着为您介绍 2012年第18届 亚洲乒乓球青少年锦标赛 青年组女子团体决赛 中国队对韩国队的第三盘单打 是由中国的小将胡若晨 对韩国的制思采 亚洲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呢 是一项传统赛事 这项赛事 从1983年就开始举办了 那么参赛的选手呢 都是亚洲各国家和地区 拼谈的后起之秀 未来之星 那么本届比赛呢 中国队是派出了强大的阵容 应该说中国队 当然是最优秀的选手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对手 比如说日本队 朝鲜队 韩国队 新加坡队 中国香港队 中华台北队 都有一些好的苗子选手 系统赛事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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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一 四 那么在 像 目前像 这次参赛的这个年龄段的选手 就是 94年 95年出生的选手 17,8岁 那么这样的选手呢 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年龄段 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他的 想法 他的这个紧张感应该说 不会太强 因为那时候 上场比赛 可能 思考能力 不这么成熟就在场上你到底怎么赢的 怎么输的 他不是太清楚 但是他有股冲劲 就上来 我打这个比赛 我能拼能喊在场上 有气势 有拼劲 靠一种冲劲在打 顾热成和这个韩国选手智思采啊 他们俩的球 就说顾热成的球 比他要丰富 无论是从相持当中的攻防转换 到顾热成的一些正反手的弧圈球 就是比这个智思采要全面 韩国这个小将呢 也挺优秀 但是他的球就是说显得单调 底线长球 底线长球 这样11比2 顾热成赢了第二局 我给大家看 我们从今天这场团体赛看到,中国队在青少年后备力量后起之秀上面,我们也是有着一定的优势。 我们的年轻小将都是朝气蓬勃,向第一盘单打朱宇玲、陈梦都发挥出了很高的技术水平。 现在韩国队的制私彩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唯一一个办法就是有一些凶狠的进攻,因为他现在光稳和顾尔晨比呢,顾尔晨也能稳得住,但是顾尔晨还有凶,就是相知当中他还能发得出力。 你像这个制私彩呢,他的这个球啊,就是进攻的比例不大。 好的,积极主动抢了。 双晨比赛! 顾尔成的反手相当稳健 我们看到他每一板的动作都在手上 这个球和板的停留时间都比较长 就是说这个球看上去他很稳定 并且比较有把握 现在顾尔成的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侧身抢拉 但是这个抢拉的时间非常晚 球在下降点 我们提倡是最高点抢拉 这样威慑力更强 好的 我想前两盘的单打呢 可能中国队和韩国队啊 他们的水平更接近 第三盘 中国队有比较大的优势 在赛点 拉起来 拉斜线 反手发力 漂亮 这个球对方给的反手啊 他是一个大角度 我们看到角度大 位置不太好 第一板还可以 第二板没有调节 如果有一个碎步的调节会更好 这样顾尔成3比0拿下了比赛 中国队3比0战胜韩国队 获得了2012年亚洲青少年 平方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我们祝贺这些小将 观众朋友们 是有杨颖为你解说的 再见